大家好,我是Shenix,我在Likes on 2 World's Chosen的游戏上视频 我们这期呢,做上一期接到的一个从对方火车上是黑客工作站的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平常我是一般觉得会比较难 因为是一直在提这个火车呢,它是一个很高的全掩体遮挡视野 你不太清楚对面有什么 然后有时候这个黑客的任务目标呢,也是会在一个非常封闭的车厢内 总之当条件不理想的时候呢,这个任务再加上有时间的限制会非常非常难 不过呢,这张地图是我们这边的C-DRAP,它是带全图视野的 所以说觉得应该会比较容易,所以说这个任务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难的 大家的武器装备是都已经重新的,我给它配备了一下 然后PCS呢,也是视野时间是根据人物的特性是做了一些调整或者说是替换 基本上就,我觉得现在到了游戏后期 整个每个人的东西呢,大家也是应该是能 我们说过多话也是都能知道啊 基本就是需要的举举手上一些命中 然后需要跑路的人呢,可能是上一些移动什么的 其他人可能有些人,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我的人,他会带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是,装上去就是拿不下来了 或者说是拿,是等于是没有,不拿白不拿那种东西 我也是尽量会,就是一些东西我的想法是会解释 但是毕竟我的思考速度是肯定是,或者说我的 我废话的速度吧,应该说是肯定是跟不上我的思考速度的 所以说,有些东西我可能是不会都解释权 当然也是可能是很多人说是觉得还是废话太多 不过这个也就是,请大家理解吧 算是我的一个,已经是养生习惯了 这样,我们就回到正题来 由于是有全途视野,所以说非常非常好打 这个车厢呢,感觉上还好,算是倒数第二届车厢 有时候会不会遇见倒数第一届车厢 然后这个车厢呢,有时候会遇见,比如说这边都是封的门 然后你只能从这个尾部的门进去 这种情况下会很难 这样,我觉得我们就是先去这个前方 这两组怪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关系啊 先打哪一组都没有关系 可能先把离着我们近的这组,人形怪先给消灭吧 拘手可以上楼吗,可以上楼 但是看不见怪,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拘手先上楼 这边地形也是很很有意思 是好像一个运河式的东西 另外一个巨手应该就是上不了楼 上不了楼的话,我估计可能是给你找到一个 叫炎铁,叫这个视野怎么样 好像都差不多 然后其他人士,我觉得就尽量使劲往前跑就完了 这边到时候,SPECIALIST,我可能要打ORWAT 我觉得站在这个地方 哇,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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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我猜这个安占不动好像是想爬梯子 但由于是自身那个装甲的原因 所以说爬到一半直接被梯子被破坏了 好像现在这半车车厢是没了 远处SPECIALIST还好,它是跑远了 所以说是不用太担心 像这边怎么弄 我这边是打不到人,所以说我肯定是要往前冲 巨手呢,可以看见人了 这能看见谁呢 看见PRIST,这个不太好 有可能是打不死 但我可以直接是打FUNFIRE 也是有可能打不死 我觉得我还是站到这个地方 先是用,利用我的Death From Bomb 起码是能白开一回火 我觉得更好一些 然后这名巨手呢,可能就直接原地 要打死一个炮塔没准 看这边我是不能让太多人活 我是因为还有炮塔在 可能 就这边可以打赛FUNFIRE 这个攻击力是很高的 很有可能是直接打死两个人 我觉得可以这么打 没有问题啊 这样SPECIALIST呢 他还有个地雷 我是 就是出任的时候 真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带了 想不起来什么更好的 说给你个地雷吧 我是觉得这个火车呢 他有时候是你在车厢的一边 另外一边人 你是看他看不见你 你可以 也可以丢地雷 这样觉得就直接我打SATFUNFIRE 这个是这是很不错的一个 但有个问题是我不想打 这边岩梯我不想打的 打掉太多啊 嗯 好吧 果然应该是进入了SATFUN吧 应该是进入了 然后Purefire 这个炮塔什么情况 好像突然没电了 什么情况 真是没有电了 我知道我有一个就是 这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图标是那个Combat Analysis 它的一个显示的意思 这点是我激活敌人的话 它是只剩一个行动的 是这么一个原因吗 可以看见吗 好像看不见 但也有可能我这个MOD是 实际上它是没有 就是WARF CHOTEN 它是没有更新的 也是有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它实际上没有更新WARF CHOTEN的版本 但是呢 由于是一些原因 它就等于是可以 还是可以接着使 没准是有些东西能显示 有些东西不能显示 这也是有可能 像等于是这个人 它 它 要么就是原地 再选择新控我什么的 要么是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我估计呢 我就是 这边人 他在往右走是吧 他要是想往右走的话 我估计我可能是 也是要往往右 往右走一走 这边的FANTON呢 我觉得在左边吧 更安全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 SPECIALIST 想为什么还 Immune 这是 它在找火吗 这边人又回来了 我以为它还要是 一条路巡逻回去 它就死了 结果它是在原地转圈 SPECIALIST SPECIALIST 倒是越走越远 这样就不能 这个 这是不能等啊 这下我们就是还要 接着开怪 开怪的话 巨逻手是 打不到左边人 而且都是 SPECIALIST 是 也是不太好 我估计了 可能就直接开怪了 左边的话 我是有一些重型武器 我是可以直接打 打穿 等于是少一个狙击手 但是狙击手跑过来的话 没准也是可以 打手枪打的 主要是这个 这个任务 它的TIMER 实在是太紧张 我觉得我就直接开怪了 这边能看见吗 这边可以看见 还不错 好吧 我忘记了 这边是 REAPER用太多了 我以为是什么事都没有呢 这样 我可以这个样子 不太好啊 这个炮塔 我的狙击手能打到吗 居然打不到 我觉得你两枪 应该是能把这个炮塔打掉的 我相信你 没问题 有问题 哇 我使用这些炮塔 ze 好方便 我使用这个炮塔 这就是这样 这样这边 可是两个Spector是没有 就是我这边还是需要 轰炸把他的眼睛先打掉 这问题是这边能不能炸到 这个Shredstorm能打到两个人吗 好像是打不到啊 但有些时候会好像能打到 这个Shredstorm实在来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说我的最终的主线任务 可能是要带这个玩意儿 等于是这边有一个人能动 但不是你有点靠后了 像你是往前跑一跑 举手是这样可以是都solo掉 你是 这是Pierce满级了 你没有满级你来 打个Spector 打个Spector吧 你也没有满级 你打个安装不动 你的话满级了 嗯 这两个人都满级了 但是已经都没有弄下选择了 看一下那边应该是应该是离得很远啊 十四的血 像这边 我前面还有 好 这个车已经是吧 全被打坏了 是吧 我觉得你就直接浪卧是吧 没准能打到那边的那边巡逻的人啊 然后这边是已经知道是没有人了 嗯 你稍微往前走一点 这边是往前往前走一走 这等于是由于是事业原因是打不到 打不到的话我觉得就就无所谓 我这边应该是离得我很远 我是可以使劲往前走 我就大家就是使劲往前走行了 这一组瑟克特炮他到时候会 巡逻到哪里 是我们到时候再说 我们等于是所有人呢 这个能上去吗 这儿有个梯子吧 这点上不去了 就那个梯子能上去 不想走太远啊 不想走太远啊 这位是能打到了 克里斯能这边不能上去吗 这边被堵住了 我觉得呢你先 这是 这个是皮尔斯 就能打到 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是看不见那边那边的视野的 这能看见 这能看见 我觉得是看不见的吧 这是一个石的车响啊 算了我是懒得 懒得响了 直接激活consumant的上 然后呢 不是你 是 皮尔斯也过不去 我以为是他能 能走到那个很近的地方 我知道是可以远程黑 但是我是想你 拿一个前方也是有点掩体 好像其实没有什么用 因为只要是敌方在这个掩体一左的话 应该都是能 都是算全体 然后站在能复兰孔的位置的话 尤其是有车厢应该是复兰孔了我 刚才也是 大脑一时间短路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非想拿一个前方的掩体 在这边 我觉得呢 我们就是往前稍微的走一走 然后狙击手 打Longwatch开拐 另外一个狙击手呢 我觉得也站上去吧 增加 增加命中率 这个能黑到什么 就是给一些supply是吧 其实 应该是没有 Longwatch是没有用的 我再稍微往前走 离的是太远 我偶尔是完全打不到的 谁的打档是你 没有用 这个能打到谁呢 这个我打到什么旁边 打到Purefire谁上了 不太好 麦克跳下去了 这个可不太好 这卷是84 我估计你留着打 打Sectopod 这还是92 你不是Lion Lion好像100多的命中 但是你这是最好的选择 又没有爆掉 想爆的时候不爆是吧 然后你有破甲吗 你有破甲 谁先破个甲 前面这个 这下BGMAC怎么办 你会Rapify吗 你不会 你需要破甲 我觉得 或者能扔到吗 枪枪扔不到 可以电到吗 电不到 等下BGMAC是一个问题 这真的是 这个角度很糟糕啊 我怎么在这都打不到 在这都打不到 不是这不是打得到 打不到问题 我可以看Sectopod 他身上是 我打不到你 但是我是可以黑到你 有那个齿轮的标志 在这是有 在这就没有 那这个真的是好麻烦 我估计呢 那我的Grenadier呢 应该是要 帮忙去照顾一下 这个Sectopod 可以砍你啊 其实 但是平常我之前打的时候 是我的刀的命中 现在是不是一个100的 所以说我习惯是乱杠 现在我刀命中 实际上也是100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激活 但我怎么会有两个移动 这是什么 这个好神奇啊 之前就遇见了 就这个implaceable的一些 他发动先后顺序 总之我是没有理解 刚才是什么情况 刚才是我 我的Hair Trigger发动了 但是我Hair Trigger发动后 应该是射击是免费的 但是我应该是动不了的 就还应该是还可以再射击吧 我就应该是动不了的 我不太清楚大家是怎么怎么看 因为Runt Gun的 它的技能说明是 你在Dash之后 也是一个黄色性能后 是可以继续射击 或者说你就是不能动了 你可以射击可以扔手雷 你可以overwatch 你可以hunker down 但是不能动了 所以说我在那边 我跑下去 Runt Gun跑下去 等于是跑到那边的时候 我的Hair Trigger出发 相当于是那枪 我实际上没有打 可以这么理解 相当于还是Runt Gun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由于是implaceable技能 我是可以动了 动完之后 还有一个行动 这个就是我就真的是不能理解了 实在是很很复杂 之前也是遇见一个什么情况 好像是我给给你额外行动 还是在给什么 这回是等于是对我有利 相当于是 之前那一次是 等于是对我没有利 我这个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这还是打不死是吧 你升级了 你升级的话 你没有满级 但是呢 我还是更想让举手练级 这是这什么位置 哦还有个麦克 哎 看一下这个麦克怎么怎么弄 可以可以再转一转吗 咱们再转一转 哎 X-Con到此一忧 之前在任务中 我是看Chris的就是view是比较比较危险 我以为他是要要直接疲劳呢 结果是这两个人疲劳了 是很神奇 具体他这就是这个view的一个 剪的一个机制 我是目前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楚 现在也是比较比较早 游戏发售比较早 所以说危机上相关的一些具体的 就是数据的东西还是相关的知识 还是比较少的 这种游戏其实我我是觉得 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是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数据 你要是理解清楚的话 还是对游戏很有帮助的 游戏像Long War那种特别特别 很多的一些新机制 你不知道的话真的是会 就是特别特别的吃亏 这个我在想 等于是之前就是我一直在打人 等于是Shop Shooter 他还是一直在攻击嘛 可能有时候你攻击的很多 可能就是类似于是在作战中还要很紧张 就是一直需要去给你下达攻击命令 所以说可能是不是会掉的更多一些 Ranger为什么这么低 他是不是一个人在前面探路 是不是也是遇见敌人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更容易降一些 这回是都是一些猜测 那你升级了 这回是可以学Guardian了 这个应该是我黑客黑过来的 像现在这工程师跟科学家都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当然工程师也是 现在科学家应该是一点用都没有 工程师是 就是不要不要再来再多的人了 还好是没有一些类似是要要给他们发工资之类的 等于是你来了那就就没事干 又是给Intel 现在是我有一个UFO Defense 在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 等于有有有只UFO在在这巡逻 一些Loot 一些Intel是吧 我之前应该是士兵还很疲劳吧 应该是还很疲劳 我人在哪呢 我人在这儿 UFO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就往这儿飞 应该是安全的 你先扫着 我现在他练级他三个技能我都不看了 都不看了 真的是没有用啊 又一个Blaster Launcher 还有没了 还给再再造 我现在要几个 之前是造了两个 之前是造了两个 还是有一个 我等于是之前造那两个 还是一个都没有 这边吧 再造两个 其实也不着急 这虽然说是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反正现在也是不缺时间 没有必要说是按一个 应该是有卡片 我感觉有没有打的那个卡片 好像说是有一个 是让你的这个计划是顺间完成的 我有让子弹顺间完成计划 不过现在我不缺子弹 这样应该是 BOOPOP的我的所有攻击力 应该是加1的 别的是没了 然后我这边还有能新的研究吗 这个Stacy's Suit 给他研究了 这是给个工程师 我都没看 我主要是去奔这个属性去的 都没有没有看他的状态 这个BOOPOP是没有没有用了 加写 倒给19的AP还是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去做这个AP吧 这样谁需要写 Templar应该之前已经加了很多血了 后来我是发现 他的分身是 实际上是血是对他没有用 但是也可以加一加 因为是 就是本体的话 尤其他有技能 他的实际上减伤是很多的 很多的减伤技能 叠一块的话 所以说血量 我的血量怎么样 我觉得稍微给我加加血吧 我只好是觉得你这个Templar你血再多也 我应该是不会说是纯就是站在 站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的地方 我只是让人给打 我估计可能是危险的时候 我可能会让Templar站在半夜底下 然后我的成员呢 有可能的话是站在全体下 这样等于是敌人是攻击Templar机具更高一些 但是我也不能说是直接站在开外地方 让敌人给暴击什么的 大概这么一个样子 又一个report 这个也是没有用 这又是个什么呢 哇 刚突固 这个我要counter掉 这两个就没有用了 还有四周来report 有新卡片吗 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吧 还是没有 感觉上这个就是这是谁 Templar他们的 他们卡片这么少呢 别的阵营好像都已经拿到了 安了很多 然后这下边还有很多 这Templar就是 当然安的也不是最多的 但是留着很少 应该是 应该是没了 我说没的就是没有没有需要换的 另外这个Avatar应该是是上一期的时候吗 还是上上期我忘记提了 总之就是当时有一次是录像也是 我刚一结束这个录像件 然后马上就在地图上就给我蹦出一个说这个这个东西涨了 等于是没有录进去 但是也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 那下边给扫完吧 这UFO又过来了 还是什么都不看就随便学 你对你赶紧飞走 这样你飞远 我现在呢能 我的supply是瞬间给我的 这样去黑市 瞄准镜来一个 outloader也来一个 speed 我又看了一个perception 非常好 agility其实 我觉得我也给买了吧 这个就没有用了 大概这么样子 我的想法就是 每次出任务是六个人 是六个人出 然后大概每六个人呢 那尽量我觉得是 大部分人应该是都是安 安命中插件 然后其他人就是 根据情况可能有人按个速度 然后其他的可能是不用不用安 然后我的所有士兵呢 假如说所有士兵 每人身上要是都有插件的话 等于是我就可以随便替换了 要说有人没有插件的话 我给他一旦给一个没有插件士兵 安了插件 以后再想换的话 我就是还可以再来一个新的插件来替换 所以我觉得现在 只要是有插件的话 只可以都买一买 相当于是可以用来替换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接下来 他们都已经疲劳恢复了是吗 这样恢复的话 这个不太好吧 这个能 我做一个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但是呢 我是为了求稳 我先飞到这儿来 然后再飞到这儿来 这怎么还往西飞啊 这个有问题吧 哇 天呐 这什么意思啊 咱从亚洲去美洲 你就过个太平洋就完了 怎么还还要横扣啊 这是什么 亚乌大陆 然后再再去大西洋 这个这有点太远了吧 我就是怕那边有UFO 我才我才那么飞的 结果 真的是好有毛病 这样 这个应该是 诶 都给他取消了 我看一下我们的 等于TAMELA是不要出任务的 SKMASER是满的 然后你是满的 这个在哪 这个在这儿 他也是满的 然后跟ADA跟VSKR呢 应该也是满的 VSKR没有满级吧 VSKR满级了 这样等于是都是满的 这样我估计 下一期我们直接是 做这个主线了 VSKR最后技能怎么样 Deep cover 嗯 没有什么用 你要是有AIM的话 应该是很好使 这个要是 只给一个Deep cover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啊 我可能到时候你在 你已经是Genius了 所以说也是有点 有点难 我不太清楚 能不能再获得4点 或者说我直接从 我的总的这个 AP的池子里 给他贡献出4点 让他学Saturation Fire 毕竟是一个技能 学得很全的 一个Gunner 一个Grenadier 这个到时候再说 我估计这个就不 这期就 或者说这个任务就不学了 感觉上已经很强了 这个部队应该是完全 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估计可能就是去 由于是有Crisis他会买地 我可能会多带几个BattleScanner 然后打起来可能会慢一些 过去情况我们下次再说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